字幕 李宗盛 字幕 王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5分钟下酒菜第三集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布置有点不一样 那因为是这个 刚好我们开拍之后 我们就遇到了第三集的警戒 所以我们大家都尽量不出门 也尽量少接触少群聚 所以之前本來在阿伯家拍攝的 現在就要換成我在自己家裡面拍攝 可能會比較簡便一點 那沒關係 我這一次就準備了更簡便的菜色 來介紹給大家 最近因為警戒的關係 那其實在超市裡面 其實可以買到的東西也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這次就想要介紹幾個 超市比較容易買得到的 而且又很便宜的 那你可能晚上沒辦法出門 而且最近又不能出門運動 然後大家一直變胖 所以我會介紹一些比較便宜 容易做又不會胖的下酒菜 那你在家裡晚上自己小喝 或者是跟朋友們視訊對喝的時候 也有一個東西可以 不要只有喝酒這麼乏味 那還有一個可以配的東西 今天呢我們要介紹一個比較日式的菜色 叫做 鹽坤布小黃瓜 那鹽坤布小黃瓜 其實在蠻多的日本居酒屋裡面 都會有這道菜色 它其實做起來非常簡單 它其實就是小黃瓜 你把它切片或切塊 然後加上這個東西 鹽坤布 鹽坤布這個東西呢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吃的那個 坤布糖 它把它切成細絲 然後再用鹽去醃漬它 所以它其實 坤布本身會有一種甜甜 鮮甜鮮甜的味道 但是它外面又是抹了一層鹽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拌起來 它其實就有點取代像鹽 又有鹽的感覺 又有甜甜的感覺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不難買到 在一些日本的超市 或者是說其實你在蝦皮開賣上面 你打鹽坤布三個字 其實大部分都買得到 那現在不能出門 你就叫到家裡附近 家裡樓下的便利商店去取貨 回來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非常簡單 材料就是這個 小黃瓜 鹽坤布 跟這個麻油 前面介紹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備料 首先 我們要備的材料就是 我們今天要喝的這個酒 我今天想要喝呢 日本這邊 蠻流行的一個東西叫Hibo 那我這邊是我最近在喝的一個威士忌 那其實Hibo要用的威士忌呢 其實就是便宜 可以喝就好了 那比如說像日本 非常流行 用來做Hibo的品牌 其實就是 腳 那大家都叫腳High嘛 這是腳威士忌做的Hibo這樣子 Hibo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這個威士忌 然後加 看你喜歡加的量 我大概都會加到至少三分之一的地方 然後 再大量的加蘇打水 或者是買氣泡水 可以把它加進去 然後把它加到快要滿的地方 喂 這不是你的 好 然後我們再擠一半檸檬進去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它放進去 再加一點好了 然後Hibo就做好了 那其實 這個 日本的這種調酒 他們其實有很多 類似的調酒 就是你們去日本去酒 我看到它酒蛋超大一排 其實它有很多排列組合的變化 這個有空我們之後再聊 我們今天先用Hibo來乾杯 那我們喝完Hibo之後 我們就開始備料 那首先我們先把黃瓜的頭尾先切去 先去之後我們先試吃一小段 因為每一個黃瓜其實它味道不太一樣 那黃瓜呢 它有一些它的皮比較厚 比較厚的話 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有一些苦澀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我通常都會用這個削皮刀 然後把它的旁邊稍微削掉幾條 這樣子它整個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甜味就會比較足 它的苦味就會比較少 變成像這個樣子 把它皮削去一些些 那削下的黃瓜皮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通常 如果我有在喝Hibo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加進去Hibo裡面 把它混在一起 讓黃瓜的清甜味也順著檸檬的香味 跟這個Hibo的味道混在一起 好的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現在就來切齁 那切的話有幾種方式 可以切成細薄片 或者是你如果嫌細薄片太麻煩 你可以切個大塊 像滾刀法一樣也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切成細薄片的方法 我們就很有細心的慢慢的 一刀一刀的把它切成薄薄的細片 好的 我們這邊就有非常多的小黃瓜的薄片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行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就是我們把它裝到一個碗裡面 裝到一個碗裡面 裝到一個碗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加入我們的兩個主角 第一個主角呢就是鹽坤布 鹽坤布它的長相其實是這樣子 我把它撒到這個碗裡面 讓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非常細的非常細的 然後的坤布 有點像坤布的絲 外面有薄一層鹽 那這個東西其實台灣平常不太常見 所以就是日本的超市啊 還是像是那個拍賣上面 大概都看得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麻油加下去 那麻油的選擇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 我買的這個是日本的麻油啦 但是台灣也有一些不錯的麻油 有一些麻油 它的成分裡面是含麻油跟沙拉油 它那時候就會說它這個是香油還是什麼東西 你要看它百分之百成分就是芝麻油的這個東西 它的麻油才特別香 那其實像韓國有一個不倒翁的那個麻油 其實也是很香很好吃 那這個是剛好因為之前加勒服在特價我有買 這個叫酒鬼麻油 其實就是如果是純的麻油我都滿推薦的 然後就適時的淋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開始攪拌 好 好那我們最後把它拌勻之後的成品大概就長這樣 然後我們只要最後呢 再把它灑上一點點的芝麻 看起來就是一道非常日式的一個簡單的下韭菜而已 所以我們事不宜遲有忙來試吃齁 它其實呢就是夾起來的時候我們幾斤 滾炸了很多的這個麻油在裡面 它看起來非常精精的 然後再夾上一點點的鹽昆布 嗯嗯嗯嗯嗯嗯 太好吃了 關於小黃瓜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食材啊 那我以後也會介紹其他幾款的吃法 那我們就下回見 希望下次就可以看到阿博了 謝謝大家